我們今天要上的部分就是 我們從這節課開始就是要擴展這個 我們的深度學習模型的應用 那我們今天要教一個非常特別的Layer 在我們之前已經教過非常多Layer Dropout、Convolution、Fully Connected、Ralue等等 那我們今天要教Deconvolution Layer 這Deconvolution Layer可以幫助我們實現一件事情 就是以往我們的圖像在經過這個運算過程 因為是經過什麼Pulling Layer 或者有時候它的Convolution Layer 會有這個就是步伐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會慢慢縮小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這個反卷基層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在縮小過 我們可以縮小我們也希望把它反回去 那這樣我們就會得到 就是我們就可以隨時變化 比如說我們從圖變成向量 再從向量變成圖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 先來學一個神奇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Auto Encoding Auto Encoder Auto Encoder叫字編碼器 那這個字編碼器在做什麼咧 就是我們現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這邊有一個圖像 假如是4 對吧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就是它的像素總共幾個 總共784個對不對 28x28總共784個 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一個神經網路 或者是 我們現在就用神經網路好了 因為如果不是用神經網路的話 我們現在不會做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神經網路 把這個訊息進行壓縮 假如說壓縮到只剩下 十個數字 那接著咧 我們在訓練這神經網路 把這十個數字 還原回本來的圖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情咧 欸這件事情喔 你如果仔細想的話 你就覺得欸 好像 好像沒有很難咧 對不對 因為 這個encoder 它就是慢慢變小嘛 對不對 假如說最後 就變成這個 實微向量 對吧 我這邊舉例來說一下喔 我們現在 簡單的來 看一下 它長什麼樣子喔 假如說 原圖是784 它有這麼多個向量對不對 那經過一個多層感知機 欸 這個畫得有點差 經過一個多層感知機之後 它現在剩下 假如說 32圍 這個32隨便你設 你想要設10也可以 好不好 那可別再經過一個多層感知機 然後再變回 好我這邊隨便畫的好不好 再變回784 那這樣子的話 這兩支網路的參數 我可以留著嘛 對不對 那這一個中間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的壓縮向量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概念有理解嗎 可以嗎 而且這兩個多層感知機 它彼此 因為它兩個多層感知機 顯然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是不是兩個結合在一起 應該也是可為的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 這樣的一個模型好訓練嗎 也不會很難訓練對不對 因為 你是要把 圖像經過壓縮之後 然後還原回自己 對吧 所以input 是不是等於output 所以假如 假設我有10萬張 手寫的數字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產生10萬個訓練樣本 因為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知道它的幾 對吧 甚至你現在想要 假如說你現在想要做這個 人臉或什麼之類的 你也不需要 你只要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只要知道 你只要強迫壓縮再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這個模型有聽懂嗎 這個模型應該 蠻容易理解的 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實現這個模型啊 我們剛剛既然都說用多層感知機了 我們就先用多層感知機 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一樣 先把這個 先把這testset把它讀進來 好這個 讀完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檔案結構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啊 這個 這個檔案結構就是 我們直接 可以show image 然後把 哦 先library 好這就是8嘛 對吧 數字8 啊你要怎麼用咧 這個 你先把它讀進來之後 然後把它轉成28281 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吧 啊然後這個 第一個column是 數字 是數字嘛 對不對 可是我不需要數字對不對 雖然我還是留下來了 trainingY跟testY 但是其實在這個網路裡面 我並不需要 這個 它是它的Label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建構一下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就是這邊 那個就是 疊代器 作為我們的疊代器啊 我們以前啊 在寫上來的時候 X 得次這個圖像對吧 那Y是什麼 我們以前的Y 就是Label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的Y 直接等於X 這邊你看得懂我在做什麼事吧 所以現在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Input 剛好就等於Output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在這裡 我們來給一下 Lesson9 來 Lesson10 來 好這個東西好了以後 我們這裡就不示範了 好不好 反正總之這就是一個 標準的疊代器 只是它的疊代器的Output 同樣也是一張圖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神經網路要怎麼設計啊 好 encoder Data進來 先經過一個Fully Connected 所以我真的是用全 多層感知機喔 對不對 784變到128 對嗎 可以接受嗎 128再變32 經過Redu再變32 同樣的 Decoder呢 32變回128 經過Redu再變回784 然後這個784 的Output 就叫Decoder Decoder 它的形狀是28x28x1 然後成Bench Size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咧 我把Decoder 跟Label 兩者直接相減 所以中間 它是不是就要學習中間這幾層的參數 總共有四層神經網路 對啊 這是一個四層深的神經網路 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咧 最後咧 我用的是什麼Loss 我用的是 MSE Loss 就是 那個平均誤差 對吧 這是現經回歸誤差 非常簡單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效果 好 Of Minor Of Minor 用A等 欸為什麼要用A等呢 來 這個 大家想一下喔 字編碼器 字編碼器的結構 是不是 不太好 因為它要變小再變大 對吧 這是 這是 畢竟就是要壓縮嘛 對不對 它要變小再變大 既然它要變小再變大 是不是說明了 它不可能用ResidualNet或DanceNet 或者你換個講法 如果它用DanceNet 那 它把所有的資訊都一直疊下來 那到最後一層之後 它不是有保留本來所有的資訊嗎 所以它鐵定是不能用DanceNet 跟ResidualNet 對吧 所以說 字編碼器是不能夠用這兩個東西的喔 所以我們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嗎 就是Aden這個東西 雖然看起來好像 它發展比較早 後來有點被淘汰的感覺 你們有ResidualNet跟DanceNet之後 就不得用它了 對不對 可是 你看字編碼器 如果要設計這樣的網路 你還不得不用它 對不對 好等一下我們再來想想看 這樣的網路有什麼用 好不好 現在大家可能還想不到 這個網路有什麼用 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好那我們來抄一下 之前寫過的優化器 然後 來做Training 好我這邊用GPU 好那我這邊先給大家 欸 怎麼會這樣 找不到 找不到檔案 那應該就是沒有 喔這個Dead 少了一個D 好它開始做了 我把這個螢幕還給大家 先讓大家到這一步好不好 好我們訓練完了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好了 好首先啊 我們先把這個 啊這個 就是我們把這個TestX TestX做這個 就是解壓縮的這個動作 好不好 現在這個TestX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Dimension 好它的Dimension是長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做一個 我們把它做UnzipPredict 然後大於0的部分 大於1的部分 因為就是白色嘛 我們就把它改成1 小於0的部分就黑色 我們把它改成0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壓縮前跟壓縮後的圖好不好 好上面這邊就是壓縮前的嘛 這是TestX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邊是壓縮後 是解壓縮 就是解壓縮之後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壓縮前壓縮後 有沒有幾乎非常非常像 所以即使只用32個 參數 只用32個參數 它基本上 也是可以還原回去的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你現在隨便再多找幾個 看起來會很像啊 你說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那當然是有一些差別 但是基本上都可以對吧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 練習衣你要做什麼事情 練習衣的是 欸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做一次好不好 這個然後讓跟 我做一次之後 大家 repeat了一次 因為這個 這個我覺得 欸你可以試著學一下自己怎麼做啦 不過我看你們應該是沒有辦法 就是 欸你們就直接看答案好了 但是你們要做一次 知道我在做什麼 好首先我要做什麼勒 我希望啊 把這個 壓縮跟解壓縮模型把它分開 為什麼我要分開 因為 如果今天有一張圖這樣進來 然後出去 對吧 那這個模型可以幹嘛 沒有任何意義對吧 我幹嘛沒事要去壓縮 又把它加縮回去 對吧 是不是沒有任何意義 欸大家怎麼點頭點那麼快了 真的沒有任何意義嗎 搞不好有一些意義啊 來了想一下想一下 來 加成姐你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意義 可以 壓縮 不節省啊 我說壓縮 就是 你如果說你保留了中間那一層的參數 這樣節省空間我可以接受啊 啊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直接這樣過去有什麼意義 好想不到沒有關係啦 不考大家 好總之 嗯 我們要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關鍵是我想要這些訊息對吧 所以我需要把這兩個模型把它 拆開 我不可以 放成同一個模型 我把它放同一個模型的話 這個模型平常不實用嘛 對不對 是不是真的不實用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啦 好不好 等等所以我要 這邊要 output 那要把這邊刪掉 嗯 算簡單對不對 因為從這邊開始到這邊結束嘛 把這邊刪掉算簡單 啊把這邊刪掉咧 欸 可能就有點難喔 好不好 好我們來試一下 要怎麼來做到這件事情啊 好吧 後面的刪掉這件事情 我們很久以前就 學過非常多這樣的做法對不對 來 找出你的All Layer Outputs 你的All Layer Outputs 現在長成 現在長成 有這麼多東西 裡面是不是有個叫 Encorder Output 這個是我要的東西對吧 Encorder Outputs 是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先把它拿到之後 然後我產生一個Encorder Model 然後我把它的參數填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Encorder Model 就會輸出向量啦 我們來試一下 好 Predict之後 ZipCode 這個是Dimension只有32對不對 每一個數字 大家現在看喔 每一個數字 每一個手寫數字 都有32個參數組成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32個數字 你看不懂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 有另外一隻Decoder 那隻神經網路看得懂就好了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Decoder分離出來 Decoder分離出來就比較麻煩啦 我們必須重新編寫 Model Architecture 因為它的Input啊 長得不一樣 這樣懂得有意思嗎 還沒有辦法從中間 中間就是接出來 好我們重新寫一下 好重新寫完之後 這個Decoder output 它的 我們就把 產生一個新的Model 這個新的Model 它的 這個 它的這個 Architecture 就換成Decoder output 然後一樣 我們把參數把它換掉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模型拿來運用啦 好我們剛剛已經有這個 就是 我們剛剛Zipcode的 我們就直接把它丟進 Decoder model裡面 然後把它進行運算嘛 對不對 好運算完了 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 欸 怎麼會 不 對不起來咧 怎麼會對不起來 太好笑了吧 噢噢噢噢噢噢噢 這全部都是 壓縮解壓縮之後的結果 這上下沒有相對 這樣知道吧 這個 我現在 我現在秀出來只有解壓縮之後的結果 它是不是又變回數字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如果 你只有玩過這兩個 等一下大家都要玩到這裡喔 玩到這裡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進階運用喔 來 引申討論 第一個是 我們把解壓縮模型分離出來了 我們現在 有沒有可能 隨便給一串數字 讓解壓縮模型 試著去還原它成圖片呢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 Zipcode 它的dimension是 3216800對不對 我們把它改成 我們隨機產生一個 RandomZipcode 這個RandomZipcode啊 看一下它長成這樣 它是不是 32乘以10 所以我 試著要用 Decoder把它還原成10張圖片對不對 啊這是隨機亂數對吧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好來 再來把它這個 試一下 好 看起來 還原的好嗎 看起來不太像數字對不對 這個 不過沒有關係 你是不是1c看 這個看得出來 大概是2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看起來有點像6 這個 也不知道在寫什麼啦 對不對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它似乎是 但是 我們從這裡看到什麼 第一個 1c看得出數字對吧 第二個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 它在周圍的 就是它的筆畫是粗的 照道理來講 如果真的是一個亂數的 亂數的圖大家有沒有看過 亂數的圖應該是這個 就是 就是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就是 純亂數的那個 就是 電視 就是灰灰的那個訊號 有看過嗎 就是有點雜雜的 真的亂數的圖應該長那樣 對不對 欸可是你看 它看起來有真的很像純亂數嗎 不像對不對 至少它筆畫是粗的 你知道筆畫是粗的 你知道筆畫是粗的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的是Decoder 學到了一件事情 對不對 就是 原 就是 原 你如果要把它還原成所有數字的話 它筆畫還是粗的 因為原始的Data 那幾乎都是粗筆畫的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欸其實它也不是完全沒學到的東西喔 只是 也許現在32維 它還原回去 這實在太多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修正這件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把32 你等一下 等一下大家可以試一下喔 你剛剛在這裡 你是不是 中間是給32 對吧 請你把數字改小 數字改小再玩一次 你看它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發現你數字改的越小 這東西就越像 可是你不要小到1啦 好不好 小到1這個有點太小了 好不好 好 基本上 你小到1要還原 我看應該是很難的 然後2或3 我也不知道極限多少 好不好 就是你可以想像 一張圖 你壓成一個東西 然後再把它還原回來 這個如果是1的話 也太挺神奇啦 對不對 也許4啊5啊 也許是可以的 好不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 你可以 等一下你可以試著把32 調N8 你會看到更像 你可以再調更低一點 那它也許會更像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 光Decoder我是不是就 有一個非常好用的效果 它可以隨機生成首選數字 對吧 可以理解吧 隨機生成首選數字 所以它有點用了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第二個它還有更有用的地方啊 好 如果你 你做了 壓縮解壓縮模型之後 結果 你把它的 你故意讓它的圓圖 然後給它一些North 你故意讓圓圖給一些Noise 那它壓縮解壓縮之後 壓縮解壓縮之後 壓縮解壓縮之後 那些Noise 雜訊會被去掉喔 你看就會像現在圖這裡 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被去掉 因為它有壓縮對不對 壓縮它是只會保留關鍵性期 因為它還原回去要最大可能去還原回 本來的樣子嘛 對不對 那所以雜訊是不是就會被它濾掉了 所以壓縮解壓縮模型同時一起用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些好處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換個講法啦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圖像要進行前處理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壓縮解壓縮模型似乎也不錯 對不對 你可以做一些很簡 你可以做一些去雜訊的事情 很多東西需要去雜訊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新建圖也要去雜訊啊 對不對 你的新建圖不是一天到晚有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的新建圖啊 新建圖就是 它就是測量那個電波嘛 有時候突然這樣動一下 對不對 它需要去一下雜訊啊 變得比較平滑嘛 對不對 正常的去法 我們是用Builder去怎麼 加全 就是 比方說移動平均啊 比方說每三個數平均 這樣它比較平滑一點嘛 對不對 欸 你如果用這種方法 也許它可以做得更好 這樣就懂我的意思嗎 不過這個我沒有試過啊 我只是給一些ID而已 我沒有怎麼證明這件事情欸 來看著喔 我現在把我們的Test Array 把它 隨機的加上一些Random Random的雜訊 然後同樣的再過一次 壓縮夾縮模型 我是直接過壓縮夾縮模型喔 我是直接用Raw Model喔 這樣可以 這是壓縮跟夾縮 那個 合在一起的Auto Encoder喔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看到了嗎 好我請大家試到這裡為止好不好 我們到練習1的隱身討論2 我希望大家都做完 這個可能要20分鐘左右的時間阿 好我們練習1做完之後 我相信大家 就是都稍微有玩到了一點東西阿 對不對 然後也了解了自編馬器的神奇之處阿 那現在我們來 我們來教一個新東西阿 剛剛我們是用全連接層 也就是FORIC CONNECTED來做這個 就是 就是 壓縮跟夾縮模型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教一下這個反卷基層阿 這反卷基層阿 他的邏輯就是 我本來 我原本是大變小 現在變小變大 那你說小變大怎麼 怎麼樣小變大法咧 我們用手算 DEMO一次 這個大家比較了解 這是一開始有個數字 假如說這裡阿 這裡他小小的 假如說是 1234 然後你的這個 卷基阿 你的卷基是 你的卷基盒是 這個 假如說 5678好了 好 5678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對於 那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 這樣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他的OUTPUT 應該是 9 這個3乘3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一格 我們來 大家先掃 這一格 這樣過來的時候 他是什麼 1乘5 填過來 5 6 7 8 好可以接受嗎 5678 1我接下來是 5678 這樣可以嗎 好那 我今天往右一格的時候 往右一格 2 2乘5 5 這是10 加1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 2乘6 16 2乘7 加14 然後接著2乘8 16 好這樣可以理解吧 看得懂我的意思喔 好那接著這一格 這一格 在下一格少到3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7加多少 7加15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15 然後2 3乘6 18對吧 再加18 然後再加這個21 然後再這個24 好意思類推這樣下去這樣可以吧 那你說中間會跌到比較多 欸這是卷機 就是 卷機網路 如果你stride的重疊的話 本來就是這樣 這是 stride的1的狀況下 那如果stride的2勒 stride的2的話 他每一次要移2步嘛 他本來是1步 對吧 他沒有要移2步 他沒有要移2步 他沒有要移2步的話 他就會變成 他就會變成4乘4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4乘4這樣就非常簡單 5 6 7 8 10 12 14 16 好以10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差點懂我的意思喔 差點讓他很聽得懂喔 反卷機層完全了解他怎麼算的 好你如果了解他怎麼算的話 欸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喔這個 這個就是我把這個 如果你剛剛不了解我的那樣算法的話 你可以貼一下這裡的程式嘛 看一下他的input跟output 是不是符合你的想像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啊 這個喔這個 這個我們不管 反正就是 這只是在跟大家講反卷機層的這個 就是到底是怎麼去 進行的 好那我們要在mxnet裡面了 要怎麼樣使用反卷機層呢 非常的簡單 我們的 原本的architecture 原本architecture在這裡 本來是 這個 fory connected 在fory connected 對吧 那你說他變小 這個你可以用卷機嘛 對不對 好我們用卷機來變小 我們把它改成 好看著本來是 28x28對吧 然後我們把用7x7的filter 欸 用7x7的這個colon size 然後filter的數目是8 然後去掃完之後他會變多少 是不是4x4x8 4x4x8可以接受嗎 4x4x8 4x4x8 8x8 6x4 好總共 欸 16x8 128 所以他在這裡是128尾 對吧 128的特徵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咧 接著他下一層這 經過2x2 然後變成 2x2x16 4x4x8變2x2x16 可以接受嗎 好那接著 2x2x16 再經過一個 encoder 變1x1x32 所以他的壓縮幅度跟我們之前一樣 對嗎 可以接受 然後接著 decoder呢 欸 我們用deconvolution 把它deconvolution回來 2x2x2 2x2 所以1x1x32 經過一個2x2的filter 這樣是不是會變2x2 可以接受嗎 啊2x2 再經過一個2x2的filter 然後stride的也是2 是不是就會變4x4 好接著 然後再經過一個7x7的 那個 就是deconvolution 欸他就會變成28x28 然後28x28 最後他的number filter 要1 為什麼他要1 然後出去才跟原圖的大小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運算了 我們來進行run一下 好他要跑一陣子 比我想像中學有蠻多的啊 好不過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結果啦 這個結果 其實沒有差多少 但是啊 這個參數非常非常的節省 Fully Connected非常浪費參數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解決方案就是把Fully Connected 改成convolution 這個可以省參數 對吧 那同樣的 在還原這件事情 你說 由大變小用convolution 由小變大就是用deconvolution 這個很容易吧 這個應該 就是我們花這麼多時間來教 壓縮解壓縮模型 你應該不至於說 欸哥們看不懂這什麼東西吧 可以理解齁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出來的結果 好我們等一下我練習完之後 我們給大家玩一下 並且啊大家要試著 學習 透過 encoder 取得zip code zip code 取得了以後啊 試著 學習利用 反卷機 試著在R裡面進行反卷機操作 好不好 後面有答案 反卷機操作 如果你要了解他是怎麼做的話 你一定需要用到這個 就是 欸就是 你一定要自己學會怎麼推理 如果你沒有辦法想不到怎麼推理 你可以參考後面的答案 好不好 欸這個也訓練太久了吧 好啦算了 我們就 就先這個樣子 先給大家玩啊 然後做練習二 這個 這個電腦太多人用 就是會這個樣子啦 有些人可能就會跑不出來 有些人就跑得出來 這樣子啦 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目前所理解 我們繼續上課 我們目前所理解的自編码器 好 這個 這個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這個 剛剛我們 已經 充分的 去打完這個 自編码器了對不對 壓縮跟解壓縮的問題 然後我們發現了一件什麼事 當你壓縮率夠高的時候 欸對不對 你是不是設5還是4 你設4對不對 你是不是隨便給他一個亂數 他都會出來一個數字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欸所以那個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啊 這個 這一個編碼 這個編碼 他好像是有意義的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這個編碼是有意義的喔 那這編碼如果是有意義的話 那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欸我們來做一件有趣的事啊 我們把所有的 我們把所有的模型啊 就是 把所有的圖 進行 就training的圖啊 進行這個 就是 ZipCode 產生ZipCode 好 你看一下現在這個ZipCode喔 它的Dimension是 25 25 200 乘以32對不對 這個32顯然就是它的32個編碼嘛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把這32 想像成32變相 至於它有什麼意義我們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來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們 大家有沒有學過一個叫PCA的分析 有啊 欸 江恩錦怎麼只有你點頭 欸對 你不要把PCA三個字中文翻譯給我嘛 你可不可以大概講它在做什麼的 這差的有點遠啊 好不好來 這個它在做什麼呢 它在做降維 就是你現在有32維嘛 那我不容易打到圖上面 對不對 啊我們先不要去管它的原理啦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32維我壓成2維的話 那我是不是2維 每個做 每個 在平面圖上面2維就可以隨機點一個點 隨便點一個點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把它壓縮了以後 把它壓縮了以後啊 有趣的是我們把第一個 這個維度跟第二個維度拿出來 拿到做畫圖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欸我先把它清空 你看到這個圖你感覺什麼 你覺得這個顏色是不是有序的 你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這個顏色似乎是有序的喔 什麼叫有序的 就是 似乎啊 這個顏色不是完全隨機分布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來看一下完全隨機分布的 這個顏色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如果把 我如果把這裡的color 然後把它sample 這樣子就 這樣就相當於我把它 重新再排序了嘛 對不對 顏色重新排序 好 完全隨機是長這副德性啊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所以說 剛剛這樣子 它其實是有在分類的喔 不同顏色是什麼 不同顏色我是用什麼東西來命名顏色的 是用我的數值對不對 數字來命名我的顏色對吧 所以看起來你發現什麼事情 雖然我並不知道 我剛在training的時候 我並沒有給它label對吧 我剛在training自編碼系的時候 我沒有給它label啊 可是 它的這個高階向量 它的這個高階向量 欸居然你含著label的資訊喔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你想到什麼事了 來來來 來順了細的講講好了 今天都沒有叫到你 你是不是有點寂寞 等一下你覺得有什麼有趣的事情要發生了 好想不到我來幫大家想一下 對啊來這個 我們平常啊 你說無限 我們不好分析 對不對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 沒有辦法讓我們做邏輯思維的規模 對不對 我們的那個 卷機神經網路在做 做抽特徵這件事情 對不對 特徵 還距離著前幾節課 需要轉移特徵學習 這種東西 我們轉移特徵學習 那個時候是怎麼用 先在網路上下載 用ImageNet pre-train完的model 對吧 這個pre-train完的model 然後我們把他前 我們把他最後一層丟掉 那剩下 他拉出來的特徵數 大概通常都什麼 五百一千啊之類的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東西叫高階特徵 這個高階特徵 我們是不是直接接一個 兩層的 就是 那個 二維的FoliConnected 出去就Softmax 我們就做貓某分類的對不對 那現在 有趣的事情 出現了耶 這個 我現在 做了 我現在 用字編碼器訓練好的 encoder的部分 他似乎有產生高階特徵的能力 對吧 你看現在這裡是不是 非常明顯的 我看到了有高階特徵 這個高階特徵是有意義的 對吧 跟數字有關 那我有沒有可能 這個沒有label的data很好取得 對不對 沒有label的data 這個 這個你很容易就可以取得了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可能 用這個高階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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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兩萬 或者是數十萬筆 無監督的學習 這個是不是 無監督的學習 什麼叫無監督的學習 就是他不需要label 他不需要label 就可以做了對不對 我們有可能 用無監督的學習先做 做完了之後 我把這個encoder 留下來 然後後面 再去接 後面再去接 分類器 後面再去接分類器 那這樣子我會不會 我有沒有可能 用很少量的樣本 就可以訓練完 很少量的label樣本 好聽得懂我意思嗎 這個東西非常有價值喔 來這個 來猜猜看 你要不要複數一下 這個東西有價值在哪裡 很少的樣本 很少的樣本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要很多 沒有標記的樣本 對不對 因為你要做壓縮起壓縮模型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 你的label可以很少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而且他有什麼好處 比起這個 直接用ImageNet TransferRending 有什麼好處 ImageNet是在分類一般物體 一般物體 對不對 比如說 貓啊狗啊 對不對 所以你在 你用ImageNet 訓練完的模型 抽出來的高階特徵 拿去分類貓狗應該是蠻準的 對不對 那你就會拿來看 胸部X光 怎麼會被結合 這個是不是扯得有點遠 可以想一下吧 彩圖跟那個 你告訴我說 這個 三歲小孩會認貓狗 對不對 那他們就會認被結合 真的想太多了 對不對 真的想太多了 可是如果你用 胸部X光 你可以有非常多張啊 對不對 胸部X光 你是不是可以有非常多張 胸部X光 你做壓縮夾縮 那你是不是就有機會得到 胸部X光的高階特徵 可以理解吧 那我再用這個高階特徵去做 這個 小樣本的分類 我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做得非常好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看聽得懂嗎 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我們在手寫數字上面做個實驗 好我們啊 這個我們把我們的training data 變成一個subsample 這個subsample 總共只有500個樣本喔 500 我故意的啦好不好 就是我用25000這樣的樣本來做 這個來做這個就是 無監督學習 但是我只用其中的500筆 來做這個監督學習 這樣可以吧 監督學習就是有label的 好注意一下這個iterator 他的y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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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subsample之後的y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現在在這裡 這個lesson 10 好然後繼續 這個我們用同樣的結構進行比較啦 我們用同樣的結構進行比較 我們最開始訓練的模型 是 一樣喔 7x7 然後filter 8 然後16 32 好這個東西 我先讓他沒有 就是不要給他填入 初始權重 等於是隨機權重開始做 讓我們看看500個sample 我們performance可以做得多好好不好 欸這裡怎麼會找不到 少一個m 喔少一個m 少貼一個m 是怎樣 這邊要sarray嗎 好他training的loss好像沒有很低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們訓練個100代之後來看看 這只有用500個樣本訓練喔 然後這是沒有initio weight喔 就是 我沒有給他初始權重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用500個樣本訓練出來的模型 他performance多少 好 好準確度80% 500個樣本訓練80% 這樣可以理解喔 好繼續 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把我們的 我們把我們的 這一個 我們先把我們先產生 隨機的起始值 接著把我們剛剛的 encoder model的權重把它填進去 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我只是把encoder model的權重填進去喔 填進去之後 我們再做一次training 欸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的loss很快的就降下來對不對 因為初始的高階特徵就已經蠻有意義的啊 所以他當然就很快就降下來了 好我們試一下 model 2的performance 欸 準確度是不是提升了 欸 80x84這個差距非常大 好不好 那個 講真的 這個平常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那performance提升1%2%就非常難了 80提升到84真的已經很不錯了 好這樣可以吧 而且你不要覺得他樣本小喔 因為test set test set他 這個樣本有1萬多個喔 他在test set上面 performance差4%喔 不是在training set喔 你的training set只有500個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 所以啊 這個 欸我們啊 這個 我們來試一下 試一個事情 就是 我們等一下給大家做這個實驗 你應該全部複製貼上你就會做完了 對不對 那你就會發現 喔靠他這個很神奇對不對 這個高階特徵真的是有意義的 甚至這個將近 你剛剛是用4對不對 我剛剛用32維 你可以試試看4維的performance 怎麼樣 對不對 搞不好更好 對好 但是啊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欸可是我們正常的神經廣度 我們不會讓這個特徵 越往後 就越少 對不對 這樣聽起來很奇怪 這只有在做壓縮解壓縮模型的時候 才會幹這種智障事情 對吧 比如說 784 慢慢變32 再變回784 對不對 我們 有沒有可能齁 784 然後這裡變成 比如說 5000 然後再變784 不是 也不是不行 可是這樣的模型 看起來有點智障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 784過來變5000 再回784 這樣是不是沒有壓縮 沒有壓縮代表的是 你要用5000的數字去表示784 這一定表示的不是很好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有一些極端一點的狀況 這5000的數字的千 784個數字 就剛好就是完全相等 那這樣他當然訊息可以往後傳遞 對不對 他會訓練到百分之百準 這樣可以理解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問題是大部分的神經網路 參數是越來越多的啊 哪有參數越來越少這種事情 我們不是要做特徵工程嗎 對不對 特徵工程應該是越做越複雜 不會越做越簡單 這樣可以理解嗎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那問題就來啦 我們有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把Arctitio改掉 就改成傳統的這樣子 一開始16 接下來32 接下來128 它其實是越變越大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越變越大 是否 這個壓縮解壓縮模型先訓練 它的Performance還是可以上升 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做一下實驗 好我想這個 欠完備的這個 就是 這個學習喔 如果你做完實驗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這個 不見得可以 我們這裡做實驗做出來 結果是有提升 但不見得每一次都會提升啊 所以其實 因為這都有一定的隨機性存在 所以說 不見得 呃這個 假如大家 如果想要應用在這個 呃 其中作業 貓狗 這個辨識這個部分 呃 你可以把它當作其中的實驗 但是我們不保證結果會提升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 但是你 這就等於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嘛 對不對 這個就有點像高級的調參數啦 你有沒有覺得 用這種方法做 你有沒有覺得 調整 Rending Rate啊 調整Bending Size好像高級一點 其實高級蠻多的啊 平常講 而且它提升Performance的機會 真的還比較高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課其實就上的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就是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 我們第八課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 2006年 這個 Hinton 他發表了一篇 叫Deep Lending 欸那個時候開始叫Deep Lending的Paper 這個 這個Turn的出來 Deep Lending 那當時 大家應該知道 在2016年以前 深度成績網路是非常難訓練的 如果想要訓練一個一千層深的網路 有沒有辦法做到 這樣看你就可以嗎 不能 真的不能嗎 我們來看一下Hinton怎麼做的好不好 他沒有示範籤啦 因為2006年的時候 他的這個 就是他的這個 就是 電腦沒有那麼強 但他 那個 在當時他就示範了20層深的網路 要怎麼訓練 欸你想 這個 2012年他拿冠軍的時候 不是才8層深嗎 那怎麼當時就示範了一個20層深的網路 怎麼訓練呢 我們來看他怎麼訓練 來看他這個圖喔 這個圖在說什麼咧 來就是 最開始的時候 主要說 我們的圖是 784 對吧 那你784 你先把它壓縮成 主要說200 然後再把它還原成784 這個只有兩層深對吧 這個好不好訓練 好訓練 對不對 好接著 他把所有 藍色跟 藍色的 藍色跟綠色這些東西 把它fix住 這些權重fix住 什麼意思咧 就是 他讓一張圖丟進來 丟進來之後 他的input跟output就 就是 他先做一個簡單的壓縮 再解壓縮回去 對不對 現在我是不是每一張圖 都可以獲得一些高階特徵 好 我現在不要 直接用 原圖來做壓縮解壓縮 我用這一堆高階特徵 壓縮解壓縮 可不可以 欸可以喔 那 所以我是不是又可以訓練下一層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有聽懂嗎 我先訓練 這個 800到200 再訓練 200到50 再訓練50到10 以10類推下去 當然因為他的圓圖可能非常大 可能24x24 那好幾萬 壓縮壓不完的啦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透過這種方式 我每一次不是只訓練兩層嗎 對吧 可以理解吧 我每一次只訓練兩層 那不就暗示著我 低度不可能會消失嗎 兩層兩層 在這個訓練就好啦 對不對 觀眾會不會覺得很聰明 你想得到嗎 哎呀 你搖頭要那麼快幹什麼 如果今天學字編碼器的時候 你有想到可以這樣搞嗎 好沒關係 你們看過 有時候這種東西就要多讀paper 多讀paper你就會發現 原來還可以這麼搞這樣子 好 所以他2016年的時候 他的paper的圖就長這樣 首先 握一張圓圖 我先訓練兩千到一千 一千 一千到五百 五百到三十 那他的訓練方法就是incode decode 然後最後 他再把整個網路 每一層都訓練完之後 他再把整個網路 合起來一起訓練 他說這個叫微調 微調參數 可是因為他的網路都是有負定值的 就是那些 那些參數都是有效參數 就不會動不動出現什麼 無限大負無限大 還記不記得sigmoid 在T度消失的時候 是為什麼會T度消失 因為質率過大 可以理解嗎 質率過大 要嘛 你如果很大 就會變1 那導含數就會變0 很小變0 導含數還是變0 因為是自己乘以1-自己嘛 所以如果你的數值 都可以控制在介於 例如說 0.5到正0.5 負0.5到正0.5之間 那你的T度是不會消失的 那你要保證這件事情 如果你的參數都是正常的 就是你的initial參數是好的 他就比較不容易T度消失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他就可以訓練一個20層升的網路 即使在沒有 如果 Recedure Rending 跟Dance Data 的協助之下 他都可以做到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喔 欸 今天你在訓練自編馬戲的時候 你是不是發現了一件事情 有一些情境之下 我其實是沒有辦法用 Recedure Rending 跟Dance 還沒選的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今天借助了Aden 對吧 所以啊 這個 如果 來我們現在 喊點一下我們 面對T度消失的手段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Recedure Rending 對吧 接下來咧 Aden Benture Moderation 這些都是隨差級用 非常好用 如果這些都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欸 記住還有一個方法 自編馬戲 對不對 分層訓練 程式比較難寫 但至少做得到 這樣都會有意思嗎 不過這就看大家這個 像如果是碩士生的話 就看你措施錄要做什麼 你們措施錄大部分都做 圖像分類 或者是 物件識別模型 我們下個禮拜 開始會教 物件分割 跟物件識別模型 這個大概都可以用Recedure Rending 不斷用 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這個 就上到這裡啦 欸其實自編馬戲 還有個有趣的用法 就是 除了 可以這個 就是 壓縮 它到底有多少的用法 最傳統的壓縮假縮 對吧 接下來去達訓 對吧 接下來生成 生成一個新的這個 隨機 隨機圖片 對吧 然後還有什麼 拿來做轉移特徵 好最後還有一個有趣的 有趣的這個 應用 就是解碼 就是把馬太克解掉 這個東西容不容易 容不容易就是想像 蠻簡單的 你原圖 是28x28對吧 你先故意你的 你原本是Input 等於奧布的對吧 你現在故意把 Input等於奧布的 但是 Input再是resize 然後把 28x28 resize成7x7 那你看你有沒有辦法 從7x7 建構回去 28x28 這樣多好意思吧 欸你可以看喔 左邊是 有馬賽克的圖 右邊是 透過這個 中間是透過 這個 捲機還原回去的圖 那這個 最右邊是國王猝士 有沒有非常接近 還蠻接近的對不對 請問你笑我那麼奇怪幹什麼 你想要拿來做什麼事 不要笑我那麼燦爛好不好 好了好了 這個 那個 我們已經學會這個技術了 欸你們不要隨便在我的電腦 那個在我 server 裡面上傳一些奇怪的東西喔 好不好 我看得到喔好不好 你們不要隨便上傳東西啊好不好 好就這個樣子啦 欸大家現在有沒有覺得這個 這個 就是等於說神經網路的世界真的是非常有趣啊 欸你發現 我們花了八節課九節課的時間 都在做簡單的圖像分類模型 那現在你開始學到更多應用了對不對 而且這些應用 在你已經有基礎的前提之下 是不是覺得蠻簡單的 陳萬如應該覺得今天課程很簡單吧 覺得 而且很有信心 而且也想做 這樣 對不對 幹嘛我這樣笑得那麼開心 這樣子 好 就這個樣子囉 好啦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就這樣啦 來吧 來吧 來吧